逼供或審訊 虽然不人道 但是卻可以使得犯人 他吐露出实情 美国中央情报局 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做法来说 甚至还有一本 叫战手册 教导情报人员 如何来逼供 这本手册叫库巴克手册 长达128页 但是立冈 它本来是一个极机密的手册 它本来永远都见不得光的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常讲 它是中情局干员 审讯的葵花宝典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海豹神兵 当时海豹突击队 抓到了恐怖分子 而中情局干员 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之内 审讯出来 因为炸弹客已经要引爆了 可是只有他知道 炸弹客是怎么炸的 所以两小时就要逼供他 我告诉你 中情局干员 就是用库巴克手册里面的一些方式 什么呢 软硬兼施 刚刚刚哥讲的好 一下黑脸一下白脸 他一开始先对恐怖分子 话家常轻声细语 但是没多久突然就翻脸 就大骂他 为什么呢 他就是要你知道老大是我 你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中 你就会产生移情作用 像伺候老子般的伺候我 这时候我叫你讲什么就都知道了 最后压垮洛克最后一根稻草 要你招供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什么 逼供你 怎么逼供呢 电影中的例子是什么 用他女儿 他放他女儿的影片给他看 你想看你的女儿将来 平安长大成人 你最好就乖我乖乖 糟糕 这就是库巴克聪中里头 这本书里头 所讲的很多的策略 但我刚刚既然已经提到 它是一个极机密的手册 它在1963年的时候 由中情局的专业人员写出来 怎么后来会曝光啊 你刚刚 原来是在1988年的时候 当时洪杜拉斯 他们国内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暗杀 以及一些逼供的一些 这种不人道的事情 因此纽约时报当时就去调查 因为他们接获情报说 这背后的教育训练的人 既然是美国中情局提供的啦 洪杜拉斯背后的训练人员是 美国中情局 结果就抓到了洪杜拉斯的一个 所谓的讲一个非常恐怖 很厉害的一个审讯者 结果他就招了 来就是这个人 就他 他叫卡瓦列罗 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 他说没错 我们当时都是送到 被送到美国德州 中情局训练 而当时我们就是照着 库巴克手册里面的内容 来进行我们所谓的审讯过程 你这时候里面提到哪些呢 这里头很多桥段 包括比方说来 包括来你看 要你站着不准睡觉 而且蒙着头 立刚 你知道蒙眼蒙头有多恐怖吗 当你看不到外界所有的 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的时候 你不晓得下一分下一秒 什么时候突然有人会打你一拳 你懂我意思吗 恐怖 就是让你 让你心理层面的恐怖 心理层面 然后他要你隔离 有时候一隔离隔离30天 甚至连窗户 连这个窗户的位置都有学问 窗户的位置要越高越好 因为光线射不进来 让你一样是处在漆黑里头 甚至食物 要你吃什么腐烂的食物呢 甚至是动物的尸体 好 我问各位 你们觉得这样子合法吗 你们觉得这样子人道吗 当纽约时报 去披露这些东西之后 你看喔 纽约时报甚至还找到什么 说可以给你灌水 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这个画面很熟悉 狡兔计划 男主角单左华盛顿 是怎么被刑囚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刑囚 所以电影不是乱演的 都是照着库巴克手册去演的 好 我最后要讲了 你们觉得人道吗 你们觉得这样合法吗 白宫怎么错 好了 现在已经被曝光了嘛 白宫的解释是这样 如果没有造成器官严重的衰败 都算合法 所以 现在库巴克手册 一样能够继续用 中情局的干员 一样是照这些方法 来审讯犯人 中情局的办案方式呢 它有一套库巴策手册 但是呢 真正审讯最厉害的一个单位 就是前苏联 KGB情报单位了 这个情报单位 他们的做法跟经验来说 可是所有情报单位中的 佼佼者啊 喂 立刚 KGB 隔别屋 前苏联时代 这个情治单位 恐怕要比当年我们最厉害的 明代的东厂 或是锦衣卫 还要厉害 他厉害在哪里呢 他只要逮到了 敌方的情治人员的时候 我跟你讲 立刚 我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我先把你丢在一个 最多两平方公尺的 独居房里面 没有阳光 没有棉被 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一个空的房间 你将跟你的屎尿 一起过多久 四到六周 先把你单独 禁闭在那个里面 除了食水 跟你固定 有时间吃饭的东西之外 你要跟你任何的排泄物 反正你要 你就是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依靠 你没有任何音讯 你没有任何声音 你没有任何光线 你也没有棉被可以盖 在长达可能到六周这个时间里面 你不断是在饥寒交迫的状态 你就算是狱卒给你送饭来的时候 他都不会跟你说一句话 你可能24小时之内 你只能看到几秒钟的光线 这就是隔别屋的厉害 然后在这中间 这个四到六周之间 他可能会突然有一餐给你吃完之后 下一餐相隔12小时之后 相隔12小时之后 你吃到第二餐 结果相隔一小时 你吃到第三餐 你的睡眠也跟这样一样 你可能常常睡了半天之久 没有人任何人进来 但是你又睡了一个钟头 就马上有人来打断你的睡眠 所以你的生理时钟被打断 你的进餐的模式被打断 你的睡眠模式被打断 你的精神已经到了错乱边缘 这就是隔别屋 先对待你的方式 OK 好 那经过四到六周之后呢 那想想看 应该开始审讯了吧 对不对 他看你的情况差不多了 OK 我现在来开始问你 因为囚犯可能已经戒铃 精神崩溃的边缘了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问了吧 不对 隔别屋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现在应该可以招供了 我现在不要用什么言语刺激你 你应该都要讲实话了 对不对 不管你讲是真的还是假的 隔别屋只要你看完 你写的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就通通把你给撕掉 不管是你讲的是真的 我要讲实话 我要供出我们英国 英格兰M6 在莫斯科部下的间谍网 是在哪里哪里哪里 你就是算你愿意讲 他都会把你的供词给撕掉 表面上就是不相信你 完全不信任你 当然 经过训练的情报员 一定刚开始征训 不会讲真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管你是真讲 都撕掉 不断的来回的折磨你 然后再把你关回你的牢房里面去 你开始精神崩溃 你开始独自哭泣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下一步 然后你就开始出现幻觉 想到你的父母 想到你的妻子情人等等 你就在一种很 就是说逐渐上升的这种恐惧感之中 达到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的地步的时候 突然他就进来给你一杯咖啡说 好了我们知道你刚才讲的话是真的 先把咖啡给喝了 你不想抽烟是吧 来给你一根烟抽 一点 结果啪一巴掌打过来 你还以为我们跟你讲是真的吗 再把你送回牢房去 隔别物就在这个不断往复的这种过程之中 让一个人的精神跟意志 完完全全被消磨殆尽 到最后他会把手枪拿出来 他也不对着你 他只会说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时间快要到了 所以要不要讲实话 他拿着手枪把玩 他并没有对着你 他这样把玩 他就告诉你说你的时间快要到了 如果你还是不讲实话的话 那你的下场就是要面对这把手枪 这就是隔别物 他消磨情报单位跟敌方的什么 工作人员特工 他用尽各种手段 而他的耐性要比CIA还要狠毒 还要有耐性 KGB情报单位的做法更为狠毒 但KGB最有名的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魔术房间 这魔术房间 在前匈牙利共产时代的时候 就曾经用这个魔术房间来征讯一个红衣主教 国外 甚至把这个红衣主教逼到快要发疯啊 没错立冈 这位红衣主教都是明真帝 他在1948年的时候 是匈牙利的天主教领导人 那红衣主教各位观众 红衣主教是可以选教宗的 那那个时候的教宗是庇护十二世 换句话说呢 他不但有投票权 他那个时候是呼声最高的 假设要接班的话 他是教宗的接班人选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好了 他被共产党盯上 为什么呢 因为理由是你是反革命 你是叛国罪 所以我盯上你 结果呢 有一天 他的秘书叫扎卡的突然失踪了 五个礼拜之后才被送回来 送回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的事情就是 两眼无神 就这样掉白眼 然后嘴巴这样 很呆滞的样的感觉 感觉 嗅出一些不寻常的味道 好 结果呢 过了耶旦节的隔天 这位明真帝呢 也被希望离共产党逮捕了 结果呢 同样五个礼拜之后 他出现在这个审判的一个场合 各位观众 就是这个照片 他出庭的时候 注意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是不是这样 看着旁边 是不是有点痴呆 然后眼睛真的大大的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当时据说 他的双脚完全站不稳 而且呢 四肢是很笨拙 很像是喝醉酒的人 在出庭 问他讲话可能这样子 比如说 立冈你问我 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谢国安 可能他就这样讲 我叫 那就这样顿了十秒 而明真 然后又顿了一下 所以完全就是一个 很痴呆在梦游的一个状况 结果他在庭上呢 竟然发出了这个 非常惊人的一个言语 换句话说 今天法官问你 你为什么要叛国 你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这样讲 我承认 我要偷匈牙利的 那个皇冠 那个皇冠是 圣史丁分皇冠 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冠 我承认我要协助 哈布斯堡王朝复辟 我承认我要发动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个时候世界大战还刚刚停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刚停没多久 我承认我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讲什么我都承认了啦 对啊 结果呢 他就被判终身监禁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这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而且之前呢 大家都觉得你是匈牙利的 这个天主教领导人 你又是教宗的接班员 你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谜底皆少 果然是因为这个 魔术房间 逼封了他 魔术房间之所以曝光呢 是因为有一个匈牙利的异议分子 叫做鲁夫 这位鲁夫呢 他跑到了美国去投诚 在参议院的委员面前 把这个披露出来 大家才发现 原来当初这位红衣主教 被逼封的秘密 走进这个魔术房间 根据个鲁夫的讲法 走进去 有没有玩过万花筒 立刚 他就好像走进一个 大型的万花筒 我们看花筒就很多花嘛 没有 然后很多这个 不规则的这个形状 他就像是走到一个万花筒 里面 在那边看万花筒 结果呢 你现在看到这个房间 好像不是房间 椭圆形的啊 正方形的啊 都有 然后呢 桌子好像是半透明的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房子 长得什么样子 好了 结果呢 接下来的状况更可怕 为什么呢 他是用精神虐待法 首先 他会告诉你 比如说现在 你来吃饭 过了五分钟再给你吃一顿饭 然后接下来 过一天不给你吃饭 对 就是你慢慢的会不知道 自己用餐的节奏 再来 好 睡觉的时候 你可能是裸体入睡 因为很热嘛 对不对 他会给你用的很热 好 你睡了 隔天起来发现 你不但身上有了衣服 还被医生叫过去 医生就问你说 哎呀 这个明真帝啊 你为什么要轻身啊 他说没有啊 我有轻身吗 你摸摸自己的脖子 一摸 怎么会有一道血痕呢 他开始错乱 他开始搞不清楚 我是不是真的有做过这些事情 这叫做精神虐待法 所以久而久之呢 就像是过了五个礼拜出去 就是双眼无神 两脚不紊 你叫我讲什么 我全部都讲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说这个鲁夫呢 他后来讲说 就是这个爆料者 他说这个魔术房间呢 是KGB发明 最令人恐怖 摧毁心智的一个工作方 就是心理层面的原子反应炉 魔术房间真的很恐怖 但是在战场上面呢 你如果是囚犯 被这敌方给掳获之后呢 你会受到人道的待遇吗 联合国里面是规定说 囚犯你不能够对他 他征讯或者是逼供 但是呢 英美在阿富汗 或者是在伊拉克 战争当中的时候 赖老师 他们有善待这些囚犯吗 可是现在的时有所闻 好像他们当时 都并没有善待哦 是的 因为很遗憾的 因为这些标榜 一直标举的这个人权 的这样一个 英美这样的国家 实际上他们在伊拉克的行为 并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是根据 他们自己的美国 美军的审讯人员 他自己在退役之后 接受华盛顿邮报 的采访的时候 他讲出来的 而这个人员呢 他基本上是以荣誉退役的人员 他讲的这段历史 他说在美军 住在伊拉克的地方 他们对于这个 葫芦 所以他们不是囚犯 他们是葫芦 也就是被美国人 抓到了这些葫芦 他们有三种方法 来对付他们 因为他们不能够外表身体不能有伤 因为他们怕被检验出来 那么结果他们怎么虐待他们呢 不是要套情报 是要完全要虐待他们 用三种方法 第一种呢 在信仰上 让他们产生罪恶感 怎么样让他们信仰 产生罪恶感呢 逼着这些穆斯林 去吃猪肉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穆斯林 他们从来是不吃猪肉的 因此他们完全 他们对猪肉的味道非常敏感 可是他们一到吃到猪肉以后 他们的内心的信仰上 会产生一种严重的一种罪恶感 这是第一种方法 所以他们会在信仰上会崩溃 会哭 然后会觉得自己很脏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都知道 在穆斯林的世界里面 这些男子 特别是父亲 他们有相当的尊严 结果他们要羞辱 他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让这些男子裸体 全身脱光光 而且让他们晚上在夜外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沙漠地带 日夜的高低温差很大 到晚上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寒冷 他们就让这些人 晚上把他们在户外 把他们绑起来 或者是他们跪在外面 然后完全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觉得很羞辱了 在尊严上羞辱他们 在肉体上折磨他们 这是第二种方法 还有第三种方法 他们在一些集装箱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一些货柜屋 在集装箱里面 他们里面全部装的 全部都是金属板 在这个金属板里面 我们都知道 集装箱的声音 是非常会反弹的 他们在这个金属板里面 把这些服务 关照这个集装箱里面 然后开始放一些 很多吵杂的声音 接着打出所有的亮光 让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的耳朵 几乎进入崩溃的边缘 这种叫做什么 精神虐待法 在精神折磨之后 这些人 在这个集装箱里面 都受不了了 要往外奔跑 要往外跑出去 他们美军 基本上对于这些穆斯林 他们采用了 这样的一些方法 来虐待葫芦 并不是要套取情报 纯粹就是在虐待葫芦 那么在虐待葫芦的过程里面 这个本身的这个审讯人 叫做拉古兰里斯 他本身在那边服务完一年以后 回到国内 他退役了 他退役的理由是荣誉退役 荣誉退役 荣誉退役 所以他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 他回到美国了以后 就受到乡亲们的一种尊重 他们说你真是反恐怖主义的英雄 就常常赞美他 可是当他的乡亲们越赞美他的时候 他的内心 他心里人感受越大 对 他说我到伊拉克 我根本不是在做对的事 我根本就是在虐待人 我的工作就是虐待人 无止境地虐待人 所以他内心里面的矛盾 良心的不安 他越矛盾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什么情况呢 大到最后他的精神上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产生幻觉 他产生幻觉了 他常常晚上半夜不自主的 就拿出武器 拿出他的尖刀 在院子里面转啊转 甚至在坐捷运的时候 在坐地铁的时候 他都感觉到 他以前虐待的那些人 要来找他报仇 所以他产生的一种 精神上调试上 非常的困难 最后他心理上受不了了 他宁可去找 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把他的这一段 不为人知的事情讲出来 不然的话 他内心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透过华盛顿邮报 他们的这样的 巨细民意的报道 才让全世界人知道说 原来你美军 在伊拉克这个地方 竟然对这些葫芦 是做这些 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这个时候才让大家说 你不是标榜民主 标榜人权 标榜人道主义吗 那你怎么会做这些事呢 所以美军在这个时候 就受到了非常多的质责 美国的情报单位 跟美国的军方在伊拉克 与阿富汗做出许许多多 不人道的事情 但是呢 这些情报人员 不会被人家抓到吗 有 美国中央情报局 有两名情报人员 被中国大陆给抓去了 而且一关 关了十年的时间 有话 这十年来 这两位情报人员 他们怎么过日子 我们先把这个故事 讲个清楚一点 就是说这个故事 是发生在1952年 韩战的期间 韩战期间 美国为了要收集 中国大陆的情报 所以他跟 在香港的第三势力结合 就是频频进出大陆 尤其是进出中国的东北 因为在李洁明的 回忆录上面已经写到 因为在韩战 他们必须要了解 中国大陆在东北的 建军备战的状况 尤其他们的军事基地 所以他们就跟中情局合作 就是先空投华人到东北 然后收集资料了以后 再由中情局派员到里面 去把资料给拿回来 那这个人呢 美国中情局 他就招考了两个人 这个叫唐尼 就是东尼 这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费克图 他们两个人呢 就乘着西四七 到了东北 就是沈阳左边的一个上空 他要准备去取那个资料 结果没想到 被高次机枪打下来 他高次机枪打下来 当他们下来的时候 飞行员虽然死了 但是他们两个下来 却发现 那个华裔的情报人员 居然带着中国大陆的人 来指认他们说 这两个是中情局的间谍 好 他们被火逮 那火逮了以后 各位 好 北京当局的处理呢 就是 刚刚开始对他们非常的客气 你客气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上厕所 你吃饭 甚至于你睡觉 旁边都有人陪你睡 但是两个人是分开的 他分两组 就是不断的监控你 但听起来还蛮礼遇 但是人会逼疯掉 为什么 当你进入厕所 要小解的时候 对不起 一个人他也在旁边陪你小解 当你要去解大号的时候 一个人也在你对面说 我也要解大号 那你看了就很难过 那好 这两个人经过两年的征讯 然后在军事法庭 在1954年 因为他是1952年进去 他是1950年 被判了20年的监禁 他们两个人在监禁期间 中国大陆怎么对待他们 就非常简单 天天让你看马列毛主义的书 除了马列毛主义的书 他播放所有美国的新闻 都是负面的 就是说你美国准备快要亡国了 就类似于这样子 洗脑 他们就开始不断的洗脑 但是这两个算是不错 因为任何一个情报员 只要意志坚定 还有一个你稳定度高 那这种人就不太容易洗脑 那他们两个就经过了 二十多年的监禁 就是慢慢的去学习到了 中国大陆的审讯 然后刚刚好 中美 中美之间进行建交谈判的过程当中 周恩来也好 毛泽东也好 都认为应该要释放他们 应该要结果他们释放他们 CIA的人都把他们这两个人当作什么英雄 因为为什么是英雄 他把他们两个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为 那个所见所为 如何隔离遵讯 如何让别人天天监视你 好 那更重要的 你如何运用你自己的定力稳定度 还有很多方式去拒绝他的洗脑 然后就是因为他这样子 他们两个很成功的回到了美国 中情局也写了一个教案 就是说反制洗脑的方式那是什么 更重要 还有一个CIA也有一本叫做什么 读心术 所谓的读心术 就是完全针对他们两个的特殊的案例 去审讯证人 那个 那个 这些间谍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